牙齿痛不是拔牙的指征 我们一般的情况牙齿痛首先要就医的 那么这个通常是因为牙虽炎或者是根肩炎引起的牙齿痛 现在的医疗技术水平呢 是可以完全根治牙齿痛的 这个牙齿痛就要拔牙 应该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说法了 那个时候呢 治疗的水平呢 还没有达到的情况下 可能需要拔除 但是在现在二三十年来呢 我们牙齿痛不是需要拔掉的了 如果牙疼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把牙拔掉 那么趋势的牙呢 是需要做另外的修复治疗的 虽然是修复治疗了 可是毕竟修复的是假牙 再好的假牙 可能也不抵我们的真牙 会用起来更舒服更健康 我们还是建议呢 如果牙疼的话呢 是尽量就医治疗的